杨兰说,没有人有义务透过你拉发的外表,去发现优秀的内在,外在的形象有许多是通过努力改变的,没有升高,错过青春期,骨猴逆合,就不会再长高了。 妈妈们要帮宝宝从小把握好长高的机会,为孩子有一个健美的身材打下良好基础。 一,把握春季长高机会。 宝宝长高也符合这一规律,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在一份报告中指出,儿童的生长速度在四季并不相同,春季长得最快,升高的生长速度是秋天的22.5倍。 然而,小孩春季是否能真正长各自于睡眠、营养、运动的几个因素密切相关,家长要为孩子的健康成长,营造良好的环境。 二,睡眠中长高。小宝宝长高高的是体内生长激素的分泌,生长激素分泌充足,才能保证或促进的长高。 研究发现,人体生长激素的分泌有其生物中现象,80%的生长激素是在人的睡眠时分泌。 生长激素在晚上睡眠过程中分泌的多少还有它的特点呢? 生长激素在前半夜主要是晚上9点以后到凌晨2点分泌多,到了后半夜,则相对分泌要少些。 因此,一定要让宝宝早点睡,睡眠要充足。 三,营养要保证。 宝宝要长高,充足的营养是基础,尤其是要保证优质蛋白质。 该,维生素B,维生素C等营养素的摄入,如鸡蛋,牛奶,豆制品,鱼,虾,血皮的芹类,瘦肉等富含优质蛋白质。 每天要保证让孩子摄入不量的蛋白质。 牛奶以及奶制品富含钙质,而且容易吸收,是每天盖质的主要来源。 新鲜蔬菜水果要颜色多,种类多,数量多,蔬菜又多吃绿叶菜,其中含丰富的,蛋,美,甲,有利于福格的健康。 除了从天而然食物中补充营养外,还可以在医生或专业营养师指导下,选用一些营养素补充剂,如复合维生素,矿物质补充剂,或者干维生素B的补充剂。 塞太阳人仅可可成为生素B促进钙质吸收,要带宝发多户外活动。 四,运动是助推器。 运动既有利于孩子骨骼的生长,也有利于肌肉的增长。 适宜运动将使孩子长高的助推器,运动还能促进孩子的食欲,获取更多的营养。 可独做跳跃运动,帮助长高还促进钙质沉淀,为医生对骨骼健康打下良好基础。 各位父母,你了解让孩子长高的方法了吗? 还有其他心得,不妨评论给我们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